介大使 我想請你幫我們講一下 美國現在真的還要挺下去嗎 因為來自於全球的抗議很多 包含華府 倫敦 巴黎 安卡拉 伊斯坦堡 雪梨等大臣 都湧現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潮 在耶路撒冷的市中心 還有數千名的以色列人 是在總理官邸外抗議 並且要求納坦亞胡下台 他們的民意有76%的人都希望他要下台 好 印尼也舉辦了萬人集會聲援巴勒斯坦 另外包含這個法國境內 現在呢 戰爭打到現在 已經變成這個種族仇恨了 境內從尾巴衝突以來 出現超過千件的反猶太行為 財經媒體還進一步估算 以色列對加薩開戰的成本 上看510億美元 而且這個還不包含周邊 一旦也牽涉其中 摩根大通有說 現在是數十年來世界所見的最危險的時刻 將來衝突升級 可能對於能源價格 食品成本 還有國際貿易等等 都會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我覺得這個千里以外的這些城市的這種 這種上街頭示威 不會產生任何效果 你說對美國不會有效果 對以色列不會有效果 美國現在也沒有鬧得很大 美國還有很多人很支持這個戰爭 所以美國也沒有要阻止這樣戰爭 美國布林肯去了講的話是什麼 他要temporary pause pause 他後來叫s pauses pause 是什麼 pause 是暫停 我們今天這個什麼事情 暫停一下 那個中間有一點東西我把它移開 還會再繼續 移開以後就立刻繼續打 pause 這個意思不是 ceasefire ceasefire 是停火 pause 是暫停 而且是暫時的暫停 然後為了什麼呢 為了讓人質可以出來 就是這麼一點 美國布林肯講話多小心啊 跟小媳婦一樣啊 對 他到各地地方就是要什麼 還是向著以色列在講話 對 幫著以色列講話 因為這個人質不出來 那個在以色列構成一個麻煩 他自己國內在抗議嘛 對 他是處處在維護內太亞 而且以色列的主流民意 以色列的主流民意 是這個戰爭要見到成果 不計代價的成果 所以你說這個代價最後誰負 你說很多這些國家 這些很那個 現在是怎麼樣 所有的以色列戰爭 到最後是什麼 沒事以壓戰爭 最後是什麼 到最後什麼 歐洲國家甚至美國 付出怎麼樣 被恐怖攻擊的代價 可是又如何呢 美國被恐怖攻擊 最後就打回來啊 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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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了伊拉克 把這伊拉克總統 送上小型臺 然後死了幾十萬伊拉克的平民 到現在還沒打 他們就是這樣 他不會停的 那今天美國會覺得 我現在國土防衛很好 我不怕這些恐怖主義 我隨時都怎麼樣 現在川普下令 他說你們應該把所有的 這個回教徒都不准進美國 對 阿拉伯人通通通監管 他們是這樣的做法 不是我們的想法 我們在 所以這個叫什麼 這個說一句話 術語這個 當然我們這個 岳老師在這裡 是底層邏輯思維不同 對 我是強調這個觀點 對 我們的文化邏輯思維 我們文化不一樣 我們服輸認輸 我們這個文化講起來 沒有那麼陰謀 這個回教徒跟猶太教徒 他們很陰謀的 他打了上千年的戰爭 這只是數千年的 基督教跟回教的 一場爭執而已 每次都打不完 最後會造成什麼 我很早就說 這個只會造成 阿拉伯國家結合起來 用非對稱的方式 來抵制西方社會 整體的基督教社會 就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 他們手上還有一個武器 就是什麼 就是石油 石油有人在估計 美國有些媒體估計 會漲三成到140 那又怎樣了 這以色列不在乎 以色列現在 第一個 誰能夠有軍力出手阻止 以色列這麼幹 沒有人 因為美國派了兩航母戰鬥群 最近又加了一個 兩棲攻擊艦 就在伊丁東海的東岸 誰敢動 把你上空 把你全部看管了 也門發了三枚 也兩個禮拜就發了三枚 這個巡弋飛彈 被美國在鴻海的軍艦 當場被攔截 然後還有八個無人機 就是從也門 也門有1700公里 沒有錯 他是有巡弋飛彈 可以打到以色列 你打不過去 美國在中間 美國派那些 航母戰鬥群幹嘛的 就是把你搞一個金鐘罩 把以色列罩起來 誰敢打以色列 對不對 那現在 所以現在基本上就是 以色列是什麼 關起門來殺 然後呢 國際社會呢 你就生氣吧 印尼你就生氣吧 你有辦法你派軍隊來啊 你沒有軍隊的話 你就繼續在你的國內 講講話 你在家裡生氣好了 他還是照幹 所以以色列已經講了 要打三個月啊 三個月的意識 就是產平啊 你現在不走你也是死 你走的話正好合我意 就是感光嘛 現在一個北加薩走廊以後就 就是新的 以色列人新的國土 他過去就認為 你們這些巴勒斯坦人 我也不歡迎你 你們也沒有全力見 你在我的國土上 所以我幫你用 這個圍牆把你們圍起來 對不對 就是一個平 346平方公里的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露田監獄 那現在你們監獄暴動 還要出來殺人越獲 從以色列的觀點 那我就把你這個監獄都毀了 讓你們連監獄 你們都不好好自己 自己克制一下 還出來殺人 殺我們以色列人 那對不起 住沙漠去 對 那就沒有辦法了 那就要消滅了 所以我是看到會越演越烈 那因為會有越來越多的暴行 現在死一萬平民 然後死了四千個兒童 對不對 那問題是美國不在乎 美國每天 美國要每天 你這邊人權 那邊怎麼樣要人道 這邊國際法規則 基於規則國際之詢 你現在碰到以色列 他管這些原則 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小心翼翼的 不敢得罪以色列現在的政府 不敢違逆以色列的主流民意 以色列的主流民意 現在就是怎麼樣 要徹底解決 第六次戰爭 這場戰爭 非解決不可 非解決不可 那你現在面臨的這個 殘忍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數千名以色列人 我跟你講 總理府外抗議 內坦雅胡 今年上半年 他推動司法改革 以色列有史以來 最大的一次示威抗議 63萬人 內坦雅胡也沒有屈服 內坦雅胡兒子 當時還出來說 也是革命 對啊 他兒子現在住在美國 他兒子當時出來指責說 他說這一場示威 有美國CIA 煽動的 有這個嫌疑 因為當時 拜登曾經出來講話 拜登說 你們這個 這一場這個 所謂的這個 這個司法改革 是要審慎一點 不要太過 為什麼你知道 他說 最高法院的這個判決 國會可以推翻 國會可以推翻 他取消司法權 我們講行政立法司法 他們要取消 只有行政立法 司法不要了 對 司法不要了 他就是國會可以把你的 沒有什麼司法獨立 司法的判決 是最高的這個決定 沒有 他用國會可以推翻 非常荒唐 所以他是搞獨裁 那當時你看 美國的拜登還出來批評 然後63萬人 內坦雅胡照幹 他還維護在這個地方 那你現在幾千人 以色列人上街頭 我覺得對完全 除非63萬人 那看起來也不會有 有63千 我看就很了不起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這是否表達 你怎麼會 在最後 あー 雨 來